规矩就是 关注一下我 关注一下我 这个起码的 然后你不会错过我的每一篇视频 然后已经关注住的 帮我点亮一下粉丝的灯牌 然后没有加入我粉丝群的 加入我的粉丝群 我粉丝群你可以拿到实时的信息 因为我经常在里面发的新闻 还有第三方的言报的转发 同时的话你可以参与 粉丝群里面的大家的讨论 了解大家的观点 逻辑甚至是情绪 我有一个最近有一个粉丝经常公司 他就躲在群里面 就是看大家的情绪怎么样 他觉得大家情绪都不好的时候 他就正着做 情绪好的时候他就反着做 这个他一般都这么干的 好吧 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个好处的 另外我的很多活动 我的服务力 都是在这个粉丝群里面发布的 所以说欢迎大家发布 然后加入我粉丝群 然后这个我 我通常在这个直播的时候 会发一些负带好吧 那你只要是加入粉丝群 同时亮了灯盘的话就可以抢 好吧 这个我现在就可以 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先 先准备个负带在这里 等一下 好 待会儿抢吧 好吧 然后如果你要问问题 你是帮我点亮了灯 我看到上面 我看你亮灯了以后 你问问题 我看到了 我会尽量的回答你 好吧 没问题 然后最好的方式是你跟我观众联系 好吧 如果是产品服务相关的这个问题 你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你就直接问 群里面我的助理 这个群的直播的管理员 都是我的助理 就可以回答你 我助你赶紧冒一个炮了 然后 和专业投资有关的话 你就最好跟我联系 好吧 最好跟我联系就好了 然后 然后就是我的深度服务 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 看到了吧 右下角 你扫码 扫码或者点击 都可以 好吧 扫描点击都可以 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你在平时在哪里聊天打你音最多的地方 然后你就留那个方式 好吧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好吧 如果有问题 亮个灯盘 给大家 那个住行人 我刚说了 对吧 有问题的话 帮我亮个灯盘 好吧 亮个灯盘 我回答你问题 没问题的 好吧 这个 纳斯达克定投 最近要得回调 我 我最近纳斯达克很好 为什么你要得回调 最近哪有回调 一点回调都没有 你觉得最近会回调吗 纳斯达克 我不觉得 纳斯达克你既然是定投 就不存在 就不存在回调的问题 定投什么意思 定投是我每个月 或者说你隔一段时间 你放固定的钱 你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就放固定的钱 这叫定投 定投怎么回调 除非你去折石 对吧 这个回答你的问题 好吧 这个 今天的国内这边的情况 我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自己我的看法 国内这边情况 这两天股市涨得很好 好吧 什么原因 我们一个人说 最近的 最近的 做了一些普惠的东西 我以前经常给大家说 经常给大家说 就是 我们现在以前的旧市 它不是一个普惠的旧市 比方说 它突然间 突然间拿一些钱 对吧 这些国家队 拿一些钱 把股市顶一下 但它的钱又不持续 所以它不是一个普惠的 或者说银行呢 加拿大这个 麻辣粉 还有这个 加拿大 包括逆回购的这些的量 相当于是一种放贷的这种方式 这个都不是普惠的方式 对吧 你放贷的量 它是放到 国家定点的那些项目上去 什么三大工程 普惠的方式 通常是那种 比方说 我真的是评准基金 大规模的去买股票 这个是普惠的方式 我降准 降息这一度算 好吧 它是普惠 比方说降息嘛 你所有人的利息都低了吗 或者说是这种 像美国这种 给大家发钱 美国发钱的方式 大家知道 就是非常普惠 它是每个人人手一份 对吧 我记得 因为我是有绿卡的 我在美国 在疫情的时候 我都拿了3000多美金 它是这么可以发钱的 好吧 这个都是这么 这个就是普惠的方式 要救的话 我个人认为 是要有些普惠的方式 最近的消息 实际上是有些普惠的方式 所以说市场是有些反弹的 第一个是 前两天 这个是小座 说是2万亿的评准基金 但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自己觉得 可能并不是 可能并不是很 就是只是一个小座 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做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说 它说这个钱是来自于 是1点 大头的钱 1.7万亿 海外的资金 海外的资金 海外资金从哪来的 海外的国有企业 他们账面上资金 然后通过 香港的交易所 港股通这个渠道 来买A股 它这么来就是 大家想想 这个海外资金 它本来 这不是蒸发的钱 对吧 这不是新印的钱 这是本来它自己的钱 它本来就要投其他东西了 然后你让它不投了 然后要去买A股 这个做法的话 它不增加流动性了 而且这些企业愿不愿意这么干 对吧 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这是可能性不太大 好吧 它也不放水 对吧 所以说它它算是普惠 就是相当于把 普惠是普惠 但是它是相当于丢掉其他一些投资 来后来投这个 对吧 我的感觉实际上 它是从一个国有企业 投到另外一个国有企业 那么海外它也是国有企业的钱 然后投到国内 它估计也是大头 也是买国有企业 对吧 然后呢 一个企业到 另一个国有企业 相当于是左手倒右手 这个东西 短期的话 就算是成了短期的稳住 长期的稳住 我觉得是够强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好吧 就这件事情 就是这两万亿 我个人觉得是小多文的概率很大 真正是放水的概率 不算大 这是第一个 最近的这个消息 第二个就是降准 50个基点 这个是真的 这个肯定是不会的 这个肯定是不会的 这个降一万亿 好吧 但是这个方式呢 这个方式呢 普惠是普惠啊 但是呢 并不是效果特别好 为什么 那大家最近有没有啊 包括我在来啊 你们你们有没有经常听到 银行给你打电话 说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借这个钱啊 要不要借这个 我是反正最近隔两天 我就会听到 听到银行给我打电话啊 就说这个 什么意思啊 银行其实它有钱啊 它只是大家不愿意借啊 现在钱是谁愿意借 现在钱都是政府很愿意借钱 对吧 政府因为现在缺钱 它很愿意借 对吧 你借多少都行 反正它反正政府的信用 反正它狂借 对吧 它需要发工资 甚至都需要借钱 对吧 但是企业 尤其是个人啊 大家都不愿意借钱 没错吧 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借钱 所以说银行 银行他们 其实不取钱 你现在降准 实际上就是银行的准备金 往下调了嘛 就是银行可以 可以放更多贷款去 但银行可以贷款放得出去啊 对吧 那么而且这个银行也 也不傻的 他也 他觉得这个信用差的啊 他觉得容易存快上 他也不会存乱放 人家银行 他自己要独立考核的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你降银行的准备金率啊 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 我个人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强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好吧 这个银行现在 手头啊 实际上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但是呢 却没有去到放出去 所以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呢 你光一万亿啊 我觉得效果 不会特别强 但短期的话 因为它是不会的 所以说股市还是能停一下 好吧 所以说在这件事实际上 我觉得更好的 可能是降息更好 降息的话 我们大家比方说 房子这个利息 马上就可以降起来 马上就可以降起来 可能降息是更好 但为什么政府不降息呢 大家想不明白 就 前一 就是这两天之前 不是股市都一直在跌吗 这样跌了 就其实最近两周一直在跌吗 为什么 为什么它跌这么厉害 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 市场对央行呢 有降息的预期 有降息的预期呢 但是央行都没降 对吧 我觉得是上一周的周一 大家觉得是会降那个马拉粉 MF 这周周一大家觉得会降LPR 对吧 长期的那个借贷利率 都没降 降息它没降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再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漫漫形成一个确定性 其实央行现在的优先级是什么 是保汇率 而不是把股市这么稳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 可不可以讲 首先呢 银行可以直接买 银行当然不能直接买股票 银行是放贷出去 你放贷出去这些钱 那有些可能会流向股市 这个整个是这么做的 这个 这个我们国家跟 跟那个像欧美的国家还不一样 欧美的国家 它是直接可以买的 它不是买股票 它通常买债 对吧 像美国的央行 就是美联储 它通常直接买 它放水 它直接可以买债 买政府的债市 大部分都政府的债 有时候它也买企业的债 它政府就直接买掉了 直接就给你买过来了 日本也是这样的 日本的YCC 收益率取言公司 都是直接就这么买 但是我们国家通常不是 我们国家央行通常是放水 它放了税 我们国家是说 我先让你银行 找我央行来借钱 然后由你银行 把这些钱再去借给大家 所以说我们国家放水 通常都是以借贷的方式 借贷放上去 你银行找央行借钱 或者央行把钱借给银行 银行呢 商业银行再把这个钱借出去 这跟没有美国这么直接的 你们有看到 我们的央行是直接去 直接去买这一债的 或者说直接去买 就是投到资本市场投过去 是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张安宁 大家问我问题 张安宁 你帮我亮一个粉丝灯牌 我的规矩就是 你帮我亮了粉丝灯牌 你可以问问题 最好你想马上就回答的话 就是给我观众连线一下 好吗 好吗 给我观众连线 肉食者也是一样 你帮我亮一个灯牌 帮我亮一个灯牌 然后就可以问问题 我看到我已经帮我回答你 好吗 那我接受 所以说 所以说 其实最近越来越强调这个确定性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央行 其实对在保惠例上 比起保这个 比起保这个 就是股市场 其实他看更看重一点 你看包括这次降准 这个我们的央行行长 在发言的时候 讲了降准 讲了这么一段 很短的一句话 刚开始的时候想 我们放水 我们降准 降50个基点 大概释放1万1流动性 2月7号开始讲 剩下的 剩下的 至少15段的内容 他都在大谈 各谈 这个我们要稳定 这个外汇 储备 稳定这个 稳定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 大谈各谈 大家有想过 想过没有 就是说实际上 那从这个意义上说 你看我们国家的股市涨 还是跌好 其实还是得看 人民币的这个汇率 是不是能稳住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还是得看 人民币的这个汇率 能不能稳住 日元和黄金 哪个更强 我个人更看好黄金一点 好吧 今天 但是我觉得日元 今天涨的概念比较大 对 那个刚 就是昨天 昨天对 日本央行是发了 他们的利率决议 保值不变 但是呢 他们的那个 央行行呢 出来放音了 出来放音了 然后说 说啊 这个我觉得我们工资的增长 其实上是有点快的 然后怎么怎么意味着 还有可能啊 他们说是在五月份左右啊 他可能会 可能会把政策紧缩一点 所以说呢 当时日元的话是 实际上是涨了一大波 对吧 涨一大波后来 大家 大家有平息过来 又跌了一点 好吧 但是就是日本呢 又不好说 我觉得大概有呢 今年可能会 可能会啊 把这个YCC和这个 他们的这个收缩政策 稍微 稍微硬派一点 我认为 我认为的 所以说现在其实 在赌啊 这个日元今年升值的 这些人还是挺多的 好吧 我今年的这个美股这边 我其实也配了一点点 我也配了一点点 就是觉得 我黄剑也配了 这个日元这边也稍微配了一点 觉得他 他相对还是会升值 甚至概率大一些吧 就这样 没有 我没有太强的这个确定性 但我觉得是 这个 我觉得是 有这个可能性 好吧 就是可能性大于五十 是一个观点 所以说我很少很少 都配了一点 对 对 这个朋友说对啊 就一家说对 日本呢 是口头里面是比较硬派 但真实的话 就是最近 就走口头上 稍微阴一点啊 希望呢 把通胀呢 稍微压下去一点 但是真实的 他现在还是不感应 好吧 其实 你们发现了 就日本 今年经济都不错嘛 对吧 今年经济啊 所有的市场 尤其股市是很好的嘛 对吧 那他是 他的方水就是很普惠的 他政府是真正 实在在的是买债的 日本的大部分的那个国债啊 尤其是十年国债 大头啊 包括ETF 大头啊 都是政府持有 都是央行持有 这是很难 很难看到的 就是其他国家都很难看到 好像是有大概 百分之六七十的这个 十年国债 基本上都是政府在持有 好吧 他其实流通的这个战是很少 反正他 他的他的YCC就说 我保证这个 十年国债的收益率在一个多少 在比方说一点几 好吧 然后呢 你只要超过了 我就不停的买 我就不停的买 无限量的买 这个这个钱 我们国家如果就是采取这种方法 比方说这个评论基金 他他说 我就保证 A股不跌下两千七 只要跌下两千七 我就无限量的买 你看涨不涨钱 肯定涨钱 这个跟日本以下 反正都是用人民币买吧 这个这个我没有印钞权 这肯定是可以搞得低的 现在 会 会 那个现在会不会 这个来看脑落啊 我同意你的观点 就是我刚才就说了嘛 其实央行 央行 为什么 呃 汇率和资产同时上涨 我觉得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央行你看 他现在更重要的是保汇率 所以说他认为保汇率 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他才会去听股市 所以说他现在在听股市 说明他现在保汇率的压力还OK 他觉得能稳住 所以说今年我们国家的确定性啊 我个人认为啊 会的确定性 是要比股市确定性要高的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啊 我认为 我从最近的这个央行的这个表态 他的 他的这个确定 他的表态 以及他现在自己的做法就能看出来 你看他为什么一直不降息 其实就是这样 他在等美国降息 我们才敢降 否则的话 对人民币这个冲击很大 最近最近央行 你 这个 这个能说的 对吧 他说他正在 正在降息 正在正在多放贷 正在降准啊 正在多放贷 但是不能说的 他在那个海外 其实为人民币 其实下了很大能力啊 他现在把那个 国外银行那个 就是海外的国外银行的 这个外汇的这个流动性 收得很紧 所以说你要去 你要去 你要去 空人民币 或者 空人民币啊 是非常难的 这个借贷利息是非常高的 好吧 这个 所以说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惠女一直在顶着呢 而且 他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他把这个 国内的这个 大家知道 国内的 就是人民币 对美元的价格是影响 海外那个是自由决定的 大家 大家市场决定 你带国内的国是政府自己定的 我们是政府自己定的 他每次定的时候 他就把人民币稍微定的高一点 好吧 定的稍微高一点 定的高一点呢 这边 这边 这边呢 海外人看到这个 赞案的人币的价格稍微一点高 他就会慢慢的跟上来 他通常是人籍 这个叫 这个叫Pick Hire 他把它定的高一点 这个是他们经常做法的 好吧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经常的这么高 所以说 所以说我 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啊 就是 是稳人民币 在我们的现在情况的话 是要比这个稳股市更加重要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好吧 所以说 刚说这个降准 50个几点 1万亿的规模 光这件事情 我认为不长久了 不长久了 这两天可能好了 如果啊 没有后续的方案再跟上的话 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好吧 这个 这个 对吧 进入空中 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这波恒政空间反弹的话 我认为是不长久的 但是我不知道后续的政府要做什么事情 我只能说 现在这一波反弹 应该是不长久的 因为光降准这件事情 光降准这件事情的话 它释放的流动性 这个银行本身不缺这个流动性 好吧 它 这个 大家都是不愿意借钱 它没有持续起来 就是这种普惠性的这种措施 做的还不够 好吧 当然你可以说啊 你可以说啊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方案 最近的方案很多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第一国企呢 现在说是要考核股价了 对吧 国企领导以前不考核股价 现在说考核股价 意思是国企呢 可能要回购的多一点了 这个OK 但是这个在我看来不是一个普惠的 这个肯定是好事 但是不算是普惠 大家就记住一个说法 就是接着我们央行 或者政府是不是有多少是普惠的 我给大家讲过的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普惠的是什么 就是降息就是普惠的 对吧 你我都可以弄了 我们只要买房我们就有了 对吧 降准也算是普惠 但是在目前的降准 没有这个降息好 降准相当于是银行 它可以有更多钱放给 就放贷的这个 会稍微宽松一点 大家想借钱能借个钱 这个也算是普惠 发钱是最不会的 给这个私人企业和个人发钱 像美国一样 美国一样 这是更不会的 但是这些目前都还没有 没有怎么做 也就是先降准 但降准就是效果 不是特别好 这个这件事情 这个国企考考 就是好事 就是相当于它 它这个以后 以后国企的上市公司 它分红的回购好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原来是1000万的 这个认定标准单户的售行 原来是1000万 现在提到2000万 这个是真正的放水 好吧 这个是真正的放水 但是呢 还是这个问题 真正去借这些 现在是 现在不是说 银行不太愿意放 银行是愿意放的 经常你们都听到打电话 对吧 我听到电话里面 说这种烧电话 就是要求我去借钱 对银行愿意放 企业也是一样 银行愿意放 但是大家 现在对经济 没有太大的信心 他不愿意去借 所以说你就算提到2000万 你就提到一个亿 不愿意去或者不感谢 对吧 现在大家都有点担心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是怎么搞 对吧 这个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挺麻烦的 所以说我还是指望 就是央行 要进展到降息 我看到这次 这是降息50个基点 我们央行 我们央行的领导 在发言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提到好多 就是关于美国 什么什么怎么着 你们可以去读一下 美国怎么着 然后呢 包括最近跟美国 财政部有些工作 我怀疑 我怀疑中美双方呢 是有些勾兑的 大概呢 大概呢 就想到美国 可能是3月份降息 那我们也是 3月份降息 跟着这个步骤走 可能这样的话 对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 影响也不大 对我们的汇率影响也不大 我感觉是有些勾兑的 你们你们去听听那些话 看那是怎么看 好吧 浦东开发 浦东开发也是 也是 他不是普惠的 首先我说 对吧 就是说我们说 我们现在是说台湾对大事影响 他不是普惠 但是肯定是个好事 这是标准我们国家的 就是对外开放的这个深入 其实对外开放最近有很多消息 普通 普通开发算是一个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新加 除夕 大家知道吧 除夕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你去新加坡 新加坡来我们这 现在都是相互免签证了 对吧 这个肯定是好事吧 对吧 相互免签证了 同时的话 今天的大新闻是取消了 这个外资参股 或者收购金融 收购企业的这个比例的限制 这个其实当时我们 当时入市的时候的一个承诺 现在才做啊 取消这个入市比例限制 不是 取消这个金融企业的限制 相当于国外的金融企业 可以自己来我们国家 开一个全资的指控室 对吧 就外资都市的指控室 来做金融 可能说不定 说不定未来还能拿到 圈尔船牌照 我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就是 他金融牌照可能对你们 对外资都可以开放 这个肯定是 对外开放的好消息 但是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这些措施 包括普通的一开发的 这些措施的这个 设立的背景呢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 现在外资的投资啊 实在是太差了 对吧 我们的这个FDI 外商直接投资 去年是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这么几十年改革开放以来 第一次 第一次往下降的啊 就是外资在不停的流出的 不是在流入的 所以说 所以说 那我们不得不 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来流入这些外资 你才不这样 然后就外资走了 我们更难受 好吗 这个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 央行现在第一priority 是我们汇率 不是稳股市 那我们汇率 其中有一点 你不能让外资流得太快 流得太快 那个汇率就稳不住 没错吧 就稳不住 所以说 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 这个就是 希望能看得好 最近一些政策都还可以 就政策 现在也显示出国家思想 维稳的这个决心 包括 你们看到这个 就原来新闻出版署 不是说 游戏行业 出来那个整理一线稿 现在整理一线稿 在那个网上找不到了 我估计最后还是会出来 但是估计会偏的好一点 对吧 现在也出来说 我们不要这种合成的谬误 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针对 针对游戏的意见稿 说的对吧 说你们 你们新闻署发的没错 本身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在整体上看 合成上看 单个是没问题 合成上看 可能并不是有利大局 我们要少出台这种 限制性的政策 这是现在的 就是现在的情况 好吗 这个 情况 然后 我卡吗 我这个视频和声音卡吗 大家敲给我一下 我视频和声音卡不卡 那就好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 最近在停的大的基建项目 大家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 这个并不是一个 就是 这个是一个政府的无赖 这不是什么刺激经济 我给大家说 我看 我看 我看大家在说 这个 这件事情是在事情 这个停 这个 政府的基建 就是一些大的 一些就在不比较多的 这个政府 新增的基建项目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 是因为 就是中央在查 查一些 就是一些省份 现在大家不是很 就是一些在比较多的省份 不是很缺钱吗 工员工资都发不出来吗 对吧 他们 查到了 就是内部他们查到 是有些什么呢 他是在编造这个基建项目 他编造这个基建项目 编造出来 然后从银行那边拿到钱 因为政府现在支持 对吧 从银行那边拿到钱来去 哎呦 好像说了不该说的东西 那等一下 嗯 对吧 对吧 好 对吧 好 对吧 好 对 对对对对 大家知道我刚才 关于基建的事情我就不说了 大家明白 明白这件事情 这个关于基建的事情 我肯定是不能说了 总之国内的这个事情 国内这件事情 国内这件事情 我核心 就最近我们出了很多很多 旧市的方案 这个2万亿 这个是小作文 然后降准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对吧 降准释放1万亿 这个对股市都是利好 什么国企要改 国企考核要考核股价 对吧 这些都是利好的 没错吧 然后这个普惠的小企业 放在的认定标准 从1000万放到2000万 这些都是都是利好的 没问题 对吧 然后呢 核心呢 大家就抓的 它是不是普惠的 对吧 如果是普惠的就OK 如果不是普惠的 如果不是普惠的 那么呢 对 只是从我们做投资来说 对对A股这些支持 就没有这么好 就这么回事 我呢 实际上是期待政府真的是要大规模下期 为什么 中国现在的实际利率非常的高 这是最问题 实际利率 大家知道什么是实际利率 对吧 我们通常 政府发的那个利率 什么LPR MLF 政府的利率叫民意利率 实际利率是 民意利率在减去个通胀 那现在我们通胀是什么 是附属 没错吧 是附属 所以说呢 你这么在减去通胀相当于它吧 它即使是民意利率比较低 但是你在减去个通胀的话 它实际利率比较高 实际利率比较高 大家知道 你实际利率比较高 相当于借钱的时候 整个金融 整个金融 整个经济都是要靠 都是维持在这种金融 这种借贷的成本的基础上 这借贷成本相当于比较高 所以说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经济停起来 我认为降息还是必要的 但是因为现在降息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会议率 所以说这个央行现在是比较难办的 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好吗 这个 对 这个阳光说的对 对吧 民意利率4% 通胀负的2% 实际利率就是6% 因为我们现在实际利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 所以说你如果不把这块降下去 我们很麻烦 所以大家看 今年中国经济能不能好 或者股市能不能长期好 比方说长期是个底部 我个人认为 大家看 今年的通胀能不能起来 那通胀要真实要起来 核心要看什么 要看我们的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是不是往下降 这个是我 我觉得整个一条线 我就把它理清楚了 好吧 你就看经济 包括我给大家说 你什么时候看股市 真的是不见底了 我经常给大家说的 对吧 我说你就 我这个是做过历史回撤的 我是有研究的 你就看PPI什么时候准处底 PPI和CPI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PPI更准一点 这是我自己回撤 可以看 PPI更准一点 PPI什么时候处底 PPI处底了 股市处底 好吧 那PPI处底的前提条件 我认为是要 把实际利率先降下来 让大家把水先放出去 对吧 而是那种普惠性的放水 否则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 给银行一点钱 让银行去花债 给银行一点钱 对吧 然后让银行去来多贷款 然后带给政府 这个提不起来 提不起来这个通常 我是这么排断 好吧 总之呢 对评准 我个人是小周团 我刚才说了 我觉得评准是小周团 美国会不会硬着路 这个爱因素在问 美国会不会硬着路 有可能 好吧 但是我就告诉你 现在不太可能 就是至少这个季度不太可能 我们刚出的美国1月份的PMI 你们看到没有 美国的 昨天是整个西方国家的PMI的日子 美国的PMI 超级的好 制造业 制造业的预期是47.9 预期47.9 好吧 要降到 sorry 制造业上12月是47.9 预期是从47.9 要降到47.9 结果出来是多少 大家去看一下 50.3超过荣库线了 结果出来是50.3 就47.6的预期 结果出来50.3 然后服务业也是预期是50.9 结果直接跳到了52.3 是不是美国 美国这块 现在好 就说你现在 现在指望美国 衰退不太可能 你说长期有没有可能 你找路是有可能的 好吧 但是就至少在这个季度 我们肯定是看不到美国的衰退 顺便说一下 昨天的PMI 昨天的PMI 我看欧元区 欧元区也是涨了 好吧 欧元区涨 但是欧元区总体不太好 欧元区有一点点 我稍微给大家总结 欧元区有一点点滞胀的感觉 就是它通胀起来 但是红卡这边的危机是有关系 但它有点滞胀的感觉 然后呢 欧元区的拖累主要还是德国和法国比较差 好吧 英国呢相对恢复还好 当然英国现在已经不算欧元区 但是英国恢复还算可以 但总体来说 整个欧洲这边都有一点滞胀的感觉 然后好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好的地方是日本和澳大利亚 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经济非常好 他们的PMI 昨天公布的这些PMI是非常好 远远超过预期的 美国就是更是远远超过预期的 这个都不说 这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吧 然后 然后 美国中小银行 3月份不需带 不会崩 没事啊 这个我就给他说一下 那个 收拾者欢迎你 欢迎你点击右下角 也加入我的这个四股会 加入我的讨论群 这个 欢迎你点击 我记得里面 以前就说过的 说过点事 我可以在直播室给大家也说一下 那个 这个BTFP就是美国的纾困贷款 去年3月份硅谷银行起来的 那为什么他现在停 为什么现在 他是宣布停的 对吧 为什么现在停 因为现在纾困贷款当时定的利率啊 是 呃 是 大概现在是在4.78左右 好吧 4.78左右 就是说 纾困贷款的这个利率是低的 然后呢 呃 这帮银行呢 拿到了苏困贷款 BTFP 借了很多钱 不停的借 借了以后呢 他呢 再存到美联储 大家知道美联储定利息的嘛 存到美联储的短期借贷的这个 reserve里面去 这个储备金里面去 存到美联储可以拿到5.3几的这个利息 所以说 这帮人呢 实际上是套利了差不多50个基点 好吧 再套利50点 所以说这帮人在疯狂的薅美联储的羊毛 美联储看到这个事情 他说你不能再耗我羊毛了 你不能再耗我羊毛了 我这本来是给大家用的 结果 我给大家用来就是来防止你们崩溃的 我是本来就是来纾困的 你呢 拿来耗我的羊毛不行了 于是呢 他说 OK 那那么呢 你们就 你们呢 就不要再 不要再借这个 但是像你说的 不续带会不会崩 不会崩 为什么呢 美联储说了 你呢 可以借 OK 我只是不能通过BTFPG借 因为BTFPG是在纾困的 你只拿了4.8几的利息 但是呢 你可以通过我的discount window去借 好吧 discount window discount window 大家知道吗 我我我 这个点击右下角对吧 我的 我的那个 瑞哥的深度服务里面 其实就 我有一个圈子里面专门解释这种 这种概念 discount window是 银行找美联储借钱的 就是最正常的一个方式 好吧 这个discount window里面借的钱 就是按照美联储的利息给的 就正常的一个利息 所以说 他discount window你要借的话就是5.1几 对吧 就是美联储先定的利息是多少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BTFP去借 找我discount window借 他会使吗 不会是对吧 只是他接款的利息呢 你耗不到美联储的羊毛了 你还是正常的就可以去借 好 但是虽然这么说 但我告诉你啊 discount window这件事情啊 我们叫做折线窗口对吧 折线窗口 这个事情呢 银行的不太远借 为什么呀 为什么银行太远借 是因为链值问题 好吧 通常的话 这种一般银行什么时候借银 discount window 就正常的银行之间互相拆卸就行了 他不会去找美联储借discount window 好吧 找美联储借借 正常情况下 银行是什么时候找那个 借discount window 都是出现困难的时候 当年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 像高盛 还有一些银行 基本都在discount window疯狂借钱 借了好多 好吧 因为他不借不行了 不借就要垮了 好吧 不借就要垮了 那么呢 他借了以后的话 这帮人想的第一件事情 于是市场就觉得一借了大家就觉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你是不是有什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于是这帮人想的 想的事情就是一旦有了钱 赶紧把这个还了 我自己到银行之间去借 这个你不要觉得好 为什么银行这么做 大家想过没有 因为银行 它是一个信用机构 它最怕最怕的不是什么东西 它是怕的挤兑 就说你银行什么事都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好吗 银行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呢 一旦大家觉得你的信用 你可能会有问题 比方说你去找discount window借钱了 大家就会觉得你可能会有问题吗 对吧 你可能会有问题 大家会去挤了你 银行的话 在这信用一带 大家不是很信任你 他就很不舒服 你知道吗 这是银行的一大问题 所以说他们不太愿意去找discount window借 虽然说每年 你可以找discount window借 好 但是他不太愿意 所以说你现在 谁找discount window借 那么意味着这帮银行 就会被大家盯着 嗯 你又在discount window借了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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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折线窗口里面借了 所以说你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说他不舒服的 要借对吧 使得你不会破产 那么你肯定是一定是 你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 你才会去找我的discount window借 同时你借的利息呢 你也不可能套利了 他是这么玩的 啊 大家听懂了 啊 好吧 这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说找找美联储借 说明快垮 但是所以说你现在就看到 这帮银行的话就面临一个脸了 我到底要 我原来是套你套的很舒服 反正你bdfp大家都在借 所以说你也不会觉得我不好 对吧 现在呢 美联储说了 你不让bdf借 大家要在discount window借 一下子我一借别人都看到了 就会觉得哎呀 我现在还有困难 我到底借还是不借呢 对吧 我最好给大家显示一下我的 我的这个 显示一下我们我们公司 肯定没问题 这钱肯定还得起 所以说我最好不借 所以说那银行 把皮球扔给银行了 好吧 不会垮 但是把皮球扔给银行 这是一 这是一招很很牛的做法 好吧 这美联储 美联储这招是做的很棒的 好吧 这个这个大家小心点 这个这个是这样的 好吧 谢谢啊 谢谢啊 那个宁静志愿帮我亮个灯 亮个粉 你这灯牌不会吗 那个那个助理 助理说一下吧 对吧 助理教一下怎么亮亮个灯牌吧 对吧 大家要问问题都 我看到你有灯牌 都可以亮 好吧 我看你有灯牌啊 我我基本上都回答 但你最好的是跟我观众连线 好吗 这个 观众连线了 对 对 对 左下角黄席帮我亮亮灯牌 又有什么影响 我还我还给他经常发附带 对吧 你给我亮灯牌就好 亮灯牌 反正你也可以还可以抢我附带 然后这样 然后没加入我粉丝群的 你加一下我粉丝群 我经常在里面真实给大家发服务 包括我有时候周末开这个 啊 周末的这些会啊什么的 啊 我经常给大家发这种免费的这个 呃 加入这个卷 大家也可以参加 好吧 没问题 啊 这个爱艺术你你问了我好几遍这个 这个美国会不会印着路 我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啊 现在看不出来 好吧 但是我认为美国印着路是很有可能的 好吧 这个按照按照现在这个趋势 但是肯定不会在这个季度也大概也不会下个季度 因为美国现在太强了 我刚给他给你解释了这个PMI的这个数据啊 包括美国现在的零售都非常强好吧 美国现在就什么就是去年其实我我说实话 我还是有一点点呃 我现在想起啊 我去年在美股这边做确定性里面 我把确定性通了债 是因为我觉得哎 有人跟我观众你一下啊 我接一下 来这个这位朋友冲冲冲啊 啊 您说啊 嗯 我那个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摄像头给你关啊 对你不用摄像头对你问我就行好吧 哦 我主要是想就是我我最近我跟呃 咱的那个助理 呃 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 你跟我助理谈论过问题啊 好 对对对 然后呃 我是最近有一笔离岸的资金 嗯大概有个呃 200个左右吧 嗯 就是我我原来在国内一般都是做的这种 银行的这种理财 嗯 嗯 大概收益率就是四个点左右吧 啊 然后昨天我自己也看了看我那个 我用的是那个 方便方面说这些就银行的名称 啊不要说了啊 你就说某个银行吧 啊没事 好好好 某个银行的APP 我看了一下他们上面的一些理财的一些东西 就大概呃就那种固定的数据就就低风险了 一般都是四个点左右 嗯 这个是不是相对于太低了 啊是是那个目前那个你的这个问题啊 啊我最最两天开了一个呃年度策略会啊年度策略会啊年度策略会 我们每每个季度我们会开一个季度策略会 今天正好在年初我们就要年度策略会 是线下见面的 正好在北京有个朋友好吧 他跟你的情况完全一样好吧 他也是风险厌务行就是就是去买银行理财 好来然后然后呢他后来发现那个银行理财这个保准啊 啊底下的底下的包裹的东西啊他说都是些债 好吧他大头来什么乘头债啊什么的 然后他后来呢在我这他加入我试动会嘛在我这呢他他他他那天 他是给我表达了很多的感谢啊他就说我我告诉他你如果 呃银行给你四个点其实银行另外还挣了你几个点 七个点甚至八个点就银行拿走了七个点八个点剩下了给了你四个点 是这么来的好吧所以说我不觉得我不觉得你直接在这个银行买是个好事好吗 你要买就可以自己买自己个人买啊你不用投任何的基金不用投我不用投任何东西你自己个人买 就是比方说啊像像他底层那个债你就自己去买就行 尤其是像你的资金规模有是够的你完全可以自己买 我们最近我们最近刚做完两笔啊我的那个试动会的人 我们都都去我们最近都买大概百分之十二点几的这个收益嘛 就是底层的呃成头的标准债我们都做了啊我欢迎你你也可以加入这个这个我不挣任何钱啊 就是也是你自己卷上你自己买也不用加入任何东西就可以了 我我个人认为你要清楚我我认为你要清楚啊现在啊你做你才做投资啊 你要知道现在你的无风险收益在哪里好吧我可以告诉你好吧 待会我待会如果今天时间不够我待会你下离还可以找到我哈 尤其是欢迎你加多十五块我可以告诉你 在中国如果你想要流动性你想要流动性就我说人民币的都知道 如果你想流动性无风险收益大概在五大概在五好吧 不是是无风险就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所谓流动性就说你可能比方十几天以后想出钱也可以出的来 或者有点像这个你先支付吧这种货币金大概在五好吧 这个是可以通过债券的协回做的好吧 如果你不想要流动性你说OK我可以我可以放一年我不动他这笔钱我肯定不拿出来 呃或者甚至更高那么呢你的收益率应该在十到十二之前 甚深就是十二左右我们最近做的就是就是十二 但是我认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逐渐往下降 因为去年去年那个啊人民币的这把就是国内的这个成成头的标载这个收益就往下降了很多好吧 你做到十到十二你一定你一定把这个做到好吧 这个是你的无风险收益这是中国目前的无风险收益啊 去年假如说很多人做多股票做什么连这个收益都做不到的话是很失败的好吧 这个我我跟你说一下对你去下来跟我联系一下好吧 就是跟我联系一下也欢迎你加入我加入我试诺会 然后呢我们在试诺会里面就专门专门就是我我试诺会其实不干别的就是把这些让大家把广度扩开 就是让你知道你买的这些东西里面你都是无风险对吧 同样的风险无风险 那么呢我们能找到的最高的收益是多少 我们要把自己找到 或者说你同样的一个收益 我能找到最低的风险的投资是什么对吧 对吧 而且我从来不让大家去买什么理财产品啊什么的 都自己 那我现在是在国内也有一笔资金 我放了一个叫就具体不说就是浙江的一个完了之后他一年收益率才4% 对啊 就是说我就告诉你对吧 我就不告诉你嘛 这个呢你你来了我甚至把那个我的试诺会那个人他他也是因为最近就听了我的搞了这个很开心啊 最近最近加罗试诺会写了然后还组织就这次北京的那个现象会也他组织 我可以让你们你们勾兑一下 然后你们去问一下 我我你们自己勾兑一下对吧 你可以让他跟你讲讲这个经验 我认为这是可以的 好吧 这个这个国内他有时候他他赠你的这个钱的没办法这个银行这边要赠你这个钱的 好吧 你这个这个是没办法好的 通通这个没问题 哪里哪哪里买债哪里买债我我说了吗这个这个我其实买债我我我在社会里面培训是培训了一堆的啊就怎么买这个 其实我的社会不就是让大家让大家就是就是能够扩展投资的广度吗 对吧我同样的风险我能要到更多的这个收益吗 对吧我怎么去找的你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品种 不知道的品种我们我们在社会里面告诉你怎么去弄怎么去怎么去搞而且我从来不知道你去投什么别人的什么基金什么的产品也不要投我的不要投任何东西你就自己可以做的好吧这个这个这个就欢迎大家可以可以一起来我们一起学这些东西对吧就有些东西有些东西就是说有些东西你你如果投资的广度不够哈你会发现你经常就是被割韭菜的那个你经常别人就是在以在以这个高的维度在打你我举个例子吧你呃我其实以前也举过就是比方说你做股票对吧你做股票我买了一个股票我买了一个股票的股票的股票 就说就假设你就说股票啊我买了一个股票是啊随便说啊茅台好吧我买了股票啊或者说我我现在看好A股我就买了A股的指数啊中挣1000好那么呢你你打算要持有1年啊这个时候呢我知道大部分人不就是持有1年吗持有1年挣到钱就挣到钱亏到钱亏到钱但是我说我说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刚说的收益和风险最低的好吧我们就是说承担一个持有1年茅台的这个风险我要拿到回报回报就是持有1年茅台的回报这是你拿到的我跟你说不对 我如果在卷商里面我还可以再买一个产品我也是持有茅台我叫做指数增强的产品就你你把这个茅台给到给到那个给到那个卷商卷商把它这个票再借出去对吧融券就是他这个借出钱他再给你一个几个点的收益他再给你一个几个点的收益啊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也就是说你你拿到的同样的风险啊承担茅台这一年啊波动的风险对吧同样底层资产都一样但是你在一个卷商做啊加上这个指增的产品指数增强产品你是拿到茅台这个收益再加几个点啊三个点再加四个点是不是我在同样的风� 没错吧啊同样的啊卷商你还可以再做做做做另外一个产品叫做叫做呃叫做加速器对加速器的意思就啊我我也以茅台这个景点你同样承担茅台这个风险啊使有这个这个的风险那么呢你在加速器的情况下的话你茅台每跌一块钱你还是跌一块钱这个是一样的但是你没涨一块钱那卷商说我因为是加速器嘛我再给你一个一点几倍的就说你没涨一个假说给你一点一倍你没涨一块钱你可以拿到一块一而不是拿到一块你也是任何收卖也可以啊就是这个叫加速器的结果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同样的风险哦 你底下就是持有茅台这个风险你在这两个结构下的话你是拿到了更高的收益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在这个市总会里面我们做培训包括我的那个理财圈子啊大家可以点一下下角啊或者说留下反正你的你的联系方式嘛或者说那里面你就可以直接购买你可以跟我助你联系好吧然后呢我们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教大家把这个啊投资的广度啊给扩展上去好吧呃给扩展上去好吧呃然后呃然后如果你把这个扩展上去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在银行里面那四个点可能现在还没打到 中国啊就打都是无风险没打到这个无风险收益无风险收益哦尤其我四个点我还锁仓了我还我还我还一年这个钱都动不了了啊那你那就更没达到了对吧我对吧那我说那我应该是有接近了10%所以怎么达到啊这个这个我就欢迎大家尤其对理财啊这个感谢欢迎大家加入我市总会加入我的理财圈子好吗点击右下角啊右下角点击扫码 然后呢然后我们呢可以一起在这方面亲近好吧这个这个这个是我能够帮着大家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我每天研究的这些这些这些东西加速器对券商有好处的好吧因为他中间你你比方他给你一点一个点啊实际上他真实能挣一点二个点他那个点他吃了所以说呢加速器对券商是有好处的好吧这个你可以在细节去了解好吧我们经常也讲啊包括雪球啊什么什么产品我我们也我们也经常讲讲这些东西好吧总之呢我们在市总会里面啊我们在市总会里面我们的学习呢主要是 第一就是我们按照这种配置配置来呢实际上就是要求你是要求你要有这个广度啊同时的话你再学会一点我觉得你每年的那个呃呃基本上不太会亏是呃呃不太会亏是吗第一个刚才说的那种配置啊配置呃呃呃就是提高广度第二点呢你在配置里面的风控对吧你在配置里面风控你就是假设你就是配了这个程度在你是不是你剩下的再配一点什么是假如说你真的存在出事你其他还不会出事你怎么个配法啊单个的票的话你怎么怎么去看他的风险这些东西是我们我们重点 在里面在里面要去讲的啊好吧然后然后然后帮能帮得了你好吧好然后呢成头成成头在哪里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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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过好多遍了好吧这个这个欢迎你欢迎你家那个圈子里面我专门有有一个视频讲这个事情啊然后啊啊这个呃总之总之呢这个呢我就多说了一点好吧这个刚才刚才刚才说的刚才说的呃你今天大家做事情的时候呢第一呢就是你要有一个配置的事物对吧配置事物呢包括两个第一个你要扩张 你的投资的广度 投资的广度对吧有些东西你不了解的你要去了解他就是说哎你假如你就只知道一个知道一个股知道一个啊只投股票只要股票那你去年是很很惨的 今年也应该是很惨的没错啊你就知道我尤其是做多的股你是你会很惨的像我呃像去年像我我们四种会的人以及包括我自己在里啊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在里我我可以告诉你比方说啊投股的基本上没几个没几个活的舒服了但是投债的我只说给你了广度吧投债的基本上活的 非常舒服去年投赛的人开心的不良今天到年初股市对吧基本上没几天涨的吧这两天涨了是不错但是年初到现在是不是没几天涨基本上每天涨的跌的厚大厚大没错吧对吧但是 在基本上没有一天是跌的你看国债 没有一天是跌的哦没有一天所以说你说你今天如果配置的时候你你你你想或者说去年配置的时候你你再配少了股配多了你你这个会很不舒服的 会很不舒服的好吗 这个这个这个对美债肯定美债是更安全啊这个流行程程说 说是更安全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台人币的资产配置吗对啊美债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配置方法也有的我认为也是其实是扩大你的广力部分有一部分钱你可能是要配到配到海外去啊这个是这个是要做的好吧这个所以说你这个选对了就没问题然后呢就是风险风险的控制 风险控制就分分两种第1种呢就是第1种第1种是单个票的风险控制好吧单个票单个票的风险控制啊就是你单个单个项目你怎么做风险控制啊这个呢其实也分成两两个方式啊第1个就是你是学员派还是你是 啊你是这个啊 你是学员派还是你是理论派好吧我个人是相对于偏 啊不是学员派理论派或者是你是实践派好吧我个人是偏实践派的这个风控的这个控制对吧这个 这个这两个区别呢我经常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就是你用那个制硬币就可以知道对吧制一次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是50%出现反面的概率是50%现在请问请问我制一个硬币出现了啊20次的正面我连续制啊连续制硬币连续20次都是正面请问第21次的时候我出现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大家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听过来就不用回答了但是没有听过来大家可以回答一下对吧我一个硬币 自一自正面是20次啊自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啊都是50%我连续制了20次都是正面请问下一次出现正面啊21次的时候出现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如果我觉得是小于50%请打一个1如果是觉得等于50%的打一个2如果是觉得大于50%的打一个3大家帮我打一下可以吗啊 等于小于51%等于52%大于53大家觉得是哪个好吧啊有2的有3的我看都有啊制硬币啊每一次单次制的话出现正面概率是50反面概率是50如果连续制了20次他都是正面请问 自第21次的时候出现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小于50%打1等于50%打2大于50%打3啊我看我看有一堆3对吧还有还有就说50和2的也也挺多的啊有2挺多也有说1的啊91假如这个大家帮我打还有那个牛红香连心他说是2啊啊啊啊对吧还有一个人说说数学角度是50从心理学绝对大于50相互独立事件啊这个这个我看他就是啊好好对学院派啊 我看我看好多人都是打的2学院派都是绝对没问题啊你在这是高中数学的东西啊这都不用上大学就知道这个他是每个都是独立事件嘛对不对啊就是2但是如果我们是实践派我们是相对现实主义者的啊我们一定是选3的我是个人是选3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可以选择如果这个3是对的啊你可以就来跟着我这个我们试图会里面一起大家一起敬敬为什么是3啊我会去想我会去想当一个出现一次是50出现两出现一次是50 呃正面是50一次反面是50但如果连续20是他都是正面那我一定会去想这个出现概率是非常小但说明这个硬币肯定出问题了他下一次再出现正面概率是非常大的我会去这么去想这个问题吧这也不是心理学这就是我就是一个实践派好吧我认为这个硬币肯定是出问题连续20他不应该这种事情发生他却发生了好吧这个呃这个所以说我认为一定是大于50好吧这个这是我认为这是可能远远大于50这是我的看法好吧这个呃这是我的看法 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这个经济比方说我我们今天或者去年我们在做债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思想的指导实践派的指导再哈比方说我们说 城投的标债对吧我刚才给他说是无风险的收益这是我的看法是无风险的收益好吧这个目前的是无风险以后几年不知道啊尤其在国家城投化债以后啊是无风险的收益啊所以说他那个代表我们今天能挣到无风险的收益包括去年无风险的啊OK如果你是学员派对吧那学员派的时候大家大家学金融都知道怎么去看一个债到底是不是评级是怎么样你要去看这个啊这个当地政府有没有钱能还得起啊这当地政府啊收够够不够啊他的花费是多少那花费有多少是拿来还债啊这个利息啊他他的那个收入啊他的他的利润有多少 多少可以来覆盖这个利息啊你会这么去算我告诉你这么算你完蛋了我不是你完蛋了是所有的一赛都完蛋了好吧所有的所有的中国的城投标债都完蛋了包括上海都完你会发现政府还不起啊还不起啊对吧六盘水对吧最近杨是出来的对吧他借了1500亿搞这个浩打息工搞了一堆工程啊然后呢借了1500亿啊然后呢借了1500亿啊他的收入去年总共产 他还100来亿OK不吃不喝15年还这是不吃不喝他去年的费用是多少他虽然花费多少300亿所以说他还是赤字啊你怎么还怎么还啊这啊这贵逗的对吧其他城市一样的上海也是一样你们看你们上海很多城市一样怎么还得起啊那你说这个债其实平均应该很低嘛但不好意思我国的城投债没有低于AA级啊啊没有低于AA级啊我们城投的标债是我们城投标债是国家强带卯的好吧今年再出什么问题啊就股市再出什么问题啊这个应该比汇女还重要啊 股市再出什么问题都不会影响国家对或者地方对城投标债的对付就是这么情况好吧都不会影响这个啊啊国家对城投标债的这个对付好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跟美国这种啊这种联邦制来不一样美国联邦制你就相当于是一个啊子公司对吧子公司可以破产但我们这边相当于是分公司啊我们中央集权吧对吧我们我们是呃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小城市破产如果要这么破产他整个省都得都得承担他那整个省要承担他 我们中央怎么承担都得承担所以说这是我党的信用好吧这个这个呃之前的荷兰之前的城投在没有对付我说的是我说的不是那个呃你们有看到什么城投在没有对付的有有但是都是非标准在你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城投的标准在没有对付从来没有过我说的全是标准在就是这个需要就划入财政的这些好吧这个这个是刚性对付的好吧知道在目前是啊知道在目前是要刚性对付的好吧这为什么我们国家你看去年可以拿很多钱的就是可以拿很多年持续经营 但是没有我们拿的钱是来第一步先去花债花花债对吧对吧因为这个就代表是这个是代表了整个的中央的信用所以说它是而且花债的方式也很简单我拿车我拿国债去替换城投债国债替换地方债没错吧国债是替换地方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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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大家是不是觉得城投债是不是应该是国债的信用没错吧所以说我说是没有的啊好吧对现在是不让新发但是你旧的债发出来的这个这个911甲都没错 山东很多提到现在就是不让新发好吧所以说现在为什么现在城投有些有些有些现在还能发的啊现在其实他收益率很高就这样他不让你新发但是旧的发一旦发了呢他必须得保证对付好吧就是理论上来说他任何的债不让对付啊是因为他没法借新还旧啊你看那个地产公司也是一样他在没法对付他就是他没法借新还旧国家不让你不让你去发债了对吧但是不可能是这种地方的在城投债啊尤其是标准台不允许你借新还旧只要可以借新还旧啊就问题不大好吗 啊这件啊这个这个我我希望大家知道一点啊这个这点的话你们你们做到的话你就你就清楚啊那我们的确是一个实践派的这个实践是呃不是这个学院派的好吧呃不是用学院派我们是实践派的这个风控啊风控还有一些东西呢就是就是那你在在在资产在不一样的情况下对吧就是我购累资产我怎么配这个也很重要啊购累资产我怎么配对吧像我去年大家知道我去年是配了一个呃我去年是大头配了债对吧我去年的时候啊 那去年大头配了赞然后呢是配了这个呃然后是配了这个呃呃这个我配了一个雪球对吧雪球其实我的雪球差一点要被敲入了大家知道我配的雪球那个恒生科技的敲入点是2800这个我给大家说他很多人还在问我有没有敲入还没有敲入啊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太会被敲入啊因为这两天涨起来了当时是跌到2000的时候我是3000的时候我有点怕我跌到2800好吧然后A股的我跌如果跌破2400我也有可能被敲入啊同时我这个我这个雪球就应该是2月7号就倒气了所以说我估计啊如果这两天不会跌到这个点的话 我我我这个钱也是挣完了但是我就想万一我被敲入怎么办万一我不行所以说我在配的时候呢我不会把这个配的量特别大对吧我而且他配的时候我再配一些非相关的资产比方说我配了一点呃呃呃国债呃国债的呃赌国债的收益率会下跌的啊或者说赌国债会涨的这种产品啊呃呃有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国债利率的期货或者是国债利率的需求都可以对吧我就在想如果真跌到这个时候的话他国家必须的降息即使是因为那个是系统一模一样国家必须的降息所以说我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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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配的时候相互的就是让它形成的互相关的关系这样配的话你就算一块一块亏了啊你剩下的话你整体也是要挣钱啊这就是我我想教大家就是未来我们我们在做时候你你严格按照这种方式来做啊你其实每年亏损的概率很低的但是你每年基本上像我这三年啊我我其实做A股也就三年啊我其实不瞒大家我做美股比较时间长因为我以前是以前是在国外做嘛对吧做美股在A股的话我这三年基本上是一个啊30%左右的汇报平均每年啊就包括去年啊就是就是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啊啊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当然还要包括 包括就是呃还有一点就是我做的时候呢我是按照确定性来做对吧我是做什么是确定性确定性就是说你你对一个东西对一个东西你你觉得他啊概率比较高啊你觉得他概率比较高主观概率大于50%你叫观点如果你觉得概率高到超过80%甚至更高那叫做确定性好吧确定性的话你正反都是啊正反都是啊你觉得啊你觉得你看空也是一个确定性对吧也是啊就是说你觉得他会跌也可以是确定性就他不管是不一定是正反甚至不一定是线性的就是你可以说啊他不大跌也是一个确定性对吧 或者说不大涨或者就在一个区间范围里也是一个确定性就是你大家就按照这个每年之后按照自己的确定性来做你觉得哎这个概率真的是很高来做的我想我想问问大家前一阵子啊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前一阵子啊我们国家股市在狂跌对吧狂跌好现在呢现在呢这几天呢我们在出现了啊什么啊2万亿的这个小作丸然后呢降准降息就政府在不停的不停的在啊稳住这个经济对吧稳住这个市场我想问他就最近这几天啊就是因为这些政策出来是增加我们 我们做今天的市场的确定性还是降低我们的确定性啊觉得是增加我们的确定性点1觉得是降低我们的确定性的说一下2可以吗啊大家觉得是增加还是降低的啊确定性啊啊啊增加觉得是1啊增加确定性2是降低确定性啊就这几天我们市场在我们国家在就是各种各样就是方案是增加还是在降低确定性增加选1降低是选2呃大家大家发言一下可以吗我听一下来啊 选1啊我看1和2都有啊11很多人说是增加好吧其实这要看你啊我我来说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啊我我只是谈一下就是要按照确定性的我的看法是降低确定性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呢我前一阵子对国内的股市的看法是因为是因为国内啊因为政府就一直不救嘛政府一直不救嘛然后呢他呢所以说他是会螺旋性的下跌的因为为什么我我说了嘛就是破了2900点啊这个就出现年环暴 年环年环暴什么意思就是越跌越容易跌对吧就像就像去年3月份的硅谷银行的时候对吧银行的股价跌了一点啊银行的股价跌了一点然后呢啊大家就觉得啊这个银行会出问题于是就挤兑挤兑的他跌的更厉害越跌越容易跌这就是所以说当时政府出现了出现了那个救市BTFP对吧这个这个这个救市的地方就越跌越容易跌这个叫年环暴前一阵子是出现年环暴从我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11月左右已经出现过以上就2900我当定的点位是2900 年纪的时候出现什么雪球包包厂或者说很多人质押的包厂这个出现了年环暴的好吧当时的话政府的话其实采取的方式救市的方式呢他就是没有任何普惠的就有点碰一点啊就是有时候觉得太低了然后国家就买一点然后第二天又不买了因为钱不够嘛对吧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年环暴年环暴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确定性是很高的但我们看来啊在我们我们认为确定性是很高因为他是年环暴嘛年环暴或者说是越跌越容易跌嘛就是确定性很高我说了确定性不一定是正方向啊反方向也算是确定性啊我们我们不 不讨论任何政治不讨论任何的东西我们只看这个方向啊这个这个时候确定性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呢确定性没这么高的因为政府呢现在又开始要救了但是要救了也这个普惠呢我刚才给大家讲过啊这个各种普惠的时候是包括将准啊也不是完全能救的起来所以说现在呢实际上市场呢变得更加没有确定所以说现在对我来说其实做比比今年年初的时候做稍微难一点啊去年其实我做的是很轻松的但今年我们在A股上做的是就是在现在就是国家出了这个出了这些出了这些救市方案的时候 实际上做是相对难一点的好吗啊这个这个原来是有系统性风险是很大的确定性很大的确定性啊我说我们呢就只基于这种确定性来投资好吗所以说如果今天大家去年亏了钱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收入不满意的话我我建议大家今年的话啊这个就掌握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用配置的方法来想第二个呢就是基于确定性的投资你把确定性弄对了对吧我们我们市场会的话每个季度要开一次季度处理会大家线下去面就是要去谈大家的确定性把确定性弄对了然后你在配置的时候配置的时候就是我们那群里面就可以学了 确定性对是因为它很主观都必须得从你来我当时说了嘛这确定性是主观代理对吧不是说你听别人的确定性这没意义的啊你自己的确定性这个我们每个季度我们要开一个这个会去啊这是我们四种会要学的东西啊大家有兴趣的话点击我的右下角的啊点击我右下角这个啊这个我的深度服务啊啊这个或者扫描好吧然后呢去了解一下然后呢不想买的话你可以留下你的这个留下你的这个信息好吧这个我们我们我们呃留下你的这个联系 联系的信息嘛你在平时在哪里啊打电话啊什么的这个啊打电话啊这个聊天最多的地方你留下来就行了好吧这个就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去这个就是这是我们对一个确定性的这个理解好吧你基于这两点我不觉得大家会亏钱你基于这两点啊你你基于确定性去投第二个你基于配置的方向配置方向就包括两个对吧一个是一个是一个是你的广度要扩张啊这个这个第二个呢是啊第二个呢是你的这个啊你的风控 要做好啊你基于这两点来做了啊对吧后来后的就是基于配置这块啊是我们在市场里面我可以亲自交给大家的然后确定性呢我可以帮辅助大家形成自己去或者或者你多听听别人的确定性你慢慢也会听形成你自己去这个就可以好吧这时候我重点啊其实啊我我我的我的这个直播一直就叫打造财富之路啊创成功的新起点其实就是实际上就是我的市场会的产品啊就欢迎大家啊可以加入的我们市场会去年啊我们正好成立一年了啊现在正好第一批要到期啊 是一个的没有一个补序啊我们一年大概费用费用费用大概一万块钱我没有一个补序什么意思人家觉得远远挣的钱超过这个好吗啊你带过市场会另外如果大家也可以点击我右下角啊点击我右下角的这个深度深深度服务啊然后呢你可以了解到啊我如果你对如果你说这些市场会啊太亏了我想想尝试一下其实我那边给市场会一些免费的服务你可以单向买好吧虽然我不建议带下买但是你是可以带下买的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啊星球会员啊那里面就是我每天的那个交易笔记啊什么仓位啊数据分析啊 包括我和伙人的笔记都在里面这叫星球会员那星球会员再加上我每天的深度视频啊深度视频还有我整理的研报往里面发进去啊我叫做圈子大家可以在里面看到好吧然后呢我们每周每周天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半我们要开热点讨论会的啊本周我们要做本周其实讨论会我建议大家也来参加本周讨论会其实还挺重要的因为我们我们重点我会讲几个美股是我们有建仓的或者是我们突然建仓官仓的这个美股的这个财报的分析啊尤其是我还会讲教育行业最近教育行业有点变化的啊 你们也没发现有些小的地方现在其实那个包括K12现在又开始在搞了说明这是一个大机会因为因为它已经跌到底了说明你这个挣钱可能就是好几倍的这个赠钱我专门请了一个教育专家啊他是在荷兰的一个啊我的试图会员他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啊就这个事好吧然后然后我我会重点讲讲这些东西啊我我我在我在那个美洲讨论会起码就讲这些东西包括包括大家在直播上大家知道在平台上很多不能说的就在那个讨论会上我们就会讲啊这个又的讨论会我建议大家可以来参加一下 来尝试一下好吧啊你加入我的粉丝群我经常还会发一些这种免费参加的这些卷是对的我也欢迎大家加入好吧然后我们每个季度啊市讨论会每个季度是有个线下见面会我们叫季度策略会我们这个季度的刚做完我在深圳北京和上海我都举行一场随手带上好吧然后呢你加入市讨论会呢可以跟我和我们市讨论会的这些大捞我们市讨论会大捞很多的啊什么呃毕业人都有然后什么大平台的这个大平台的这些这些高管啊还有就是我童年行业的这些人很多好吧这个欢迎欢迎大家加入好吧需要的话 就是点击右下角跟我们联系啊跟我或者我助你联系好吧点右下角平时大家可以在如果你点右下角啊或者扫描右下角然后呢看到呃那里有个黄的按钮对吧你按下去对吧按下去的话那是我助你的呃助你的号然后呢联系的然后呢你可以留下你的平时啊语音聊天多的地方留下信息我们也可以跟你联系好吧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进入空中流来了是不是有确定性如果这是你的确定性的话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好吧如果你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流来了我们也可以去我个人认为 A股现在是确定性比以前稍微低了一点啊比起我们年初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年换报的时候我觉得确定性更高一点啊当时我们也挣到钱了我们今天A股到现在我们是挣钱了好吧我们去年挣到百分之三十多啊这个很舒服的好吧当然美股我们去年我们这几年也是挣钱了啊但是我美股去年没有我合伙人这么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呃在那个圈子里面公开账号放的那一内容是我合伙人的啊他去年挣到百分之三百美股啊美股啊那个当时当时那个当时那个啊呃就是就是就是美在收益率往上标美股往下跌的时候 他成功避过了啊而且他基本上没什么上杠杆所以说他真的百分之三百比我厉害啊我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在美股即使在美股也只有百分之三但我比较稳我相对比较稳所以说我我我我所以说我这个美股这边这个仓位是目前在我们圈子里面显示是他的那个仓位好吧这个他在那里啊啊这个AI对他他AI配的比较多你可以到我们的圈子里面去看一下就是他他这个是公公式的这个仓位我我我我反正每次的我的仓位策略我都在那个市动会在我们圈子里面我都是公式的所以说欢迎大家加入对吧 尤其是你对这个理财投资感兴趣啊你才投资感兴趣尤其是你认可对吧我们是基于确定性投资啊基于配置的投资啊这个的话我相信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进行我相信你你你你得到的一定得得到是远远超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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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费了好吧这个这个这个我反正这个你甚至可以跟我的会员聊一下好吧这个他每天都都是免费自动来跟我们周末讨论会上自动来发言啊就讲自己的这些内容大家一起经济一下好不好啊好吧啊我今天啊基本上就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我下次就周六啊给大家直播好吧我现在就是每周二四六啊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直播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谢谢大家啊好今天就到这儿